疫情可怕會傳染 會令到香港的市民受害 會死人 但是失業造成的感染其實是瘟疫一樣 因為失業是會傳染的 一人失業 全家貧窮 這個就是香港現在的寫照 你再不搞失業援助金 香港人一定出來的勞工 你那個限制令是沒有用的 沒有飯吃餓死了 跳樓 你給錢老闆交舖 輸送給那些收租的業主 那些員工回到劏房的租金誰交 很簡單的道理 一次按錢 那為什麼你要給錢老闆交租 就不是給錢那個員工去交租 那個老闆不做生意不會死的 那如果員工不做生意出來露宿的時候 那你的限制令有什麼意思 是啊 看了街頭來啊 不示威啊 不可以睡覺啊 因為要隔離檢疫 因為要隔離檢疫 或者是家居隔離的人 都是沒有補助 反而要他們給錢 我在全世界看到這麼多的領袖 全部都是有這個失業的援助 薪金的津貼去給 你因為疫情而受害的人 包括自僱人士 英國是包括自僱人士 所以我們再講一次 社會民主延遷和工黨都是 設立這個失業援助金 設立這個收入寶座 直接給錢勞工也可以 給錢那些 你現在要關閉他 不給他開業的僱主 由他給錢那些員工也可以 林鄭我不用再講假話 同心抗疫當然是包括所有人 同心抗疫裡面有人 是會因為失業貧窮 而受苦受害 是絕對偽善 你有你的家人工 別人放無薪假 這個是絕對不對的